厨厨不能吃 它叫无筷子 也叫肥皂果 搓一搓就会起泡泡 有很好的清洁能力 但是可不建议直接食用哦 公园里各种各样的果子非常诱人 但是可千万不能随便吃 以下六种有毒的野果 你也能收藏记下来 一 滇茄 它全猪都有毒 而且毒性还不小 尤其是叶子上出现的液体 如果不小心粘在皮肤上 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食用后更是可能会中毒致死 二 南天竹 同样是全猪有毒 物食南天竹的果子 可能会导致昏迷 严重的还会致死 非常危险 三 马桑果 它长得和桑胜很像 但是它可是有剧毒的 马桑果里含有一种 叫马桑碱的物质 这种物质 轻则会让人上吐下泻 种则还可能会危及生命 四 铁树果 铁树果虽然好看 但是生枝是有毒的 它含有的神经毒素 严重的会导致昏迷 五 香丝豆 红通通的果子非常可爱 但它却是一种致命的种子 仅仅吃下两三颗就可能会致命 六 龙葵 长得像小葡萄一样 全株有毒 成熟的果子是紫黑色的 毒性比未成熟时更低 但是也不能食用 家长们一定要告诉孩子 公园里的果子不能乱吃 一旦屋食有毒野果 应该立即吹吐 马上就医 赶紧转发让更多人知道